第61章 绝对赢感 昆沙不忍心去看李修死亡的场面 把头扭向了一旁 可是却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喊道 昆沙 干什么呢 还不快停住球 昆沙立刻意识到这个 声音是李修 惊喜地转头去看 果然看到李修还站在圈里没有死 而足球已经到了他的圈里 昆沙伸脚停住了球 却惊讶地发现 他手上的手环并没有爆炸 李修那边也同样没事 怎么会这样 昆沙一脸的疑惑 但是更多的是惊喜 第二轮试炼结束 第三轮试炼开始 音乐再次响起 你们没有发现吗 试炼规则只说进行四轮测试 却没有说必须有四个人被淘汰 也没有说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通过试炼 李修说道 那又有什么不同呢 沙拉还是想不明白 规则是音乐结束的时候 球在哪个试炼者的圈里 哪个试炼者就会被淘汰 如果在音乐结束的时候 足球不在任何一个试炼者的圈内 就不会有人被淘汰 李修只好继续解释 可是你怎么知道音乐停止之后 球到了另外一个人圈里 那个人不会被淘汰呢 怕善也有些不解 刚才不是已经试过了 结果证明 只要在音乐结束的那一瞬间 足球不在圈里 就不会有人被淘汰 李修催促道 快把球传出来 时间不多了 还是不对 你怎么知道音乐什么时候结束 昆沙还是没有把球传出去 盯着李修问道 我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相信我 时间不多了 先把球传过来 我慢慢给你们解释 李修无奈地说道 昆沙深深看了李修一眼 把球传给了帕善 帕善第一时间传给了沙来 沙来也是立刻传给了李修 李修停下了球 站在距离昆沙最近的边缘 低着头似乎在听音乐 沙来着急地想问 什么 话还没有出口 突然看到李修把球踢了出去 李修刚刚把球踢出圈外 光屏上播放的音乐就停了 球慢吞吞地又滚了一段距离 才到了昆沙的圈内 昆沙三人大喜过望 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确定 李修确实找到了这个试炼的bug 也就是说 他们四个人都可以活下去了 第三轮试炼结束 第四轮试炼开始 音乐再次响起 这一次昆沙毫不犹豫地 把球传了出去 很快足球就再次到了李修脚下 李修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 那音乐什么时候停的 沙来实在憋不住问道 有几个音节不一样 那就是音乐停止的时候 只要在第一个不一样的音节出现时 把球踢出去 稍微控制一下球速就可以了 李修尽量简单地解释 昆沙三人立刻仔细听那音乐 可是无论怎么听 那音乐都是几个简单的音节 在不断地重复 每次重复都完全一模一样 他们并没有听出来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哪有什么不一样的音节 我怎么没听出来 沙来郁闷地问道 李修心想 那是你们的耳朵不行 如果是白秋逸那个家伙的话 他一定能够听得出来 李修对音乐一窍不通 也没什么兴趣 但是白秋逸却非常喜欢音乐 而且还经常去听演奏会 有一次他拉着李修去听 娇乐的现场演奏 在演出的时候 小声对李修说 那个钢琴师的钢琴 有一个剑的音 没有调准 在那么多乐器当中 竟然能够听出 钢琴有一个剑的音没有调准 这是相当厉害的能力 白秋逸当时得意洋洋地告诉李修 他的这种能力 叫绝对音感 是天生的能力 万中无一 与那种后天训练的 还有些不一样 李修并没有觉得 他那什么绝对音感 有什么厉害的 因为在白秋逸 指出那个不准的音之后 李修也一样能够听得出来 想到白秋逸 李修心中暗叹 好好当你的 魔装师不好吗 非要去做试炼者 连命都搭上了 真的直骂 李修自己似乎没有意识到 他正在走白秋逸的老路 第四轮音乐结束之前 李修又把球踢了出去 四个人都活着完成了最终试炼 最终试炼结束 奖励随机生成中 每人可以获得两种奖励 很快 每个人面前都出现了一个光屏 屏幕中都有着四个图案 李修面前的图案 有磨合 属性 技能和入场券 帕善和杀来的一样 都是磨合 属性 天赋和技能 昆沙的则是磨合 属性 天赋和入场券 李修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曾经获得过入场券的两个人 这一次竟然都随机到了入场券 帕善 杀来 你们先别选奖励 等我一会儿 等我出来 你们再选 昆沙说着 选择了天赋和入场券 一颗火红的天赋红宝石 出现在昆沙面前 很快就融入到了昆沙的身体之内 入场券也被投射了出来 化为漩涡 把昆沙吸了进去 也等我一会儿 很快就出来 李修选择了技能和入场券 火红色的技能指环 烙印在李修的手指之上 技能信息也同时涌入他的脑海之中 热血沸腾 S级试炼技能 激活 身体潜力 发挥200%的能力 虽然与李修之前的热血沸腾技能重复了 但是等级不同 两个技能都被保留了下来 S级技能远比E级技能要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没有使用时间限制 而且有200%的增益 也就是说可以提升一倍的身体素质 不过和同样的S级技能超刺激相比 少了一个特殊效果 李修正在对比两个S级技能的时候 入场券已经化为红色的漩涡 把他拉了进去 熟悉的漆黑空间 昏黄的铜灯和古老的石桌 看起来和李修之前经历的很像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铜灯和石桌的样式都有些差别 而且在石桌后面 也没有那富蓝色的金属棺材 没有看到昆沙的身影 李修目光落在石桌上 看到上面放着的东西 却是一棱 昆沙说 他在石桌上面看到了一把铁锤 可是现在石桌上面的东西 并不是铁锤 第62章 真正的试炼者 那是一把很薄的剑 剑身只有一指宽 剑柄像一个被压扁拉宽了的日子 这剑薄到什么程度呢 李修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薄如禅意四个字 还不足以形容他的薄 明明是一把金属武器 却薄的已经有些透明了 薄归薄 剑身却挺得笔直 如果不近距离仔细去看 几乎都无法发现 剑身的存在 在那看起来有些透明的剑身之上 一道道火焰式的花纹 像是浸透进了剑身之身 令剑身看起来有点淡淡的红色 剑柄成暗红色 像是血液干涸之后的颜色 难道说 就算是同一个试炼场的入场券 进入的地方也不会完全一样吗 李修暗自猜测 手指轻抚剑柄 立刻感觉一股灼热之气 疗伤了指尖 让李修的指尖 有点被灼伤的感觉 幸好现在李修的身体素质 比以前强了很多 这种程度的灼热 还能够忍耐 双手握住剑柄 尝试着用力 想要把剑拿起来 结果不出所料 那把剑纹丝不动 没有过多的尝试 S级的热血沸腾发动 李修只感觉全身的血液 加速流淌 一股热流随着血液流变了全身 让李修产生一种错觉 好似自己的血液 都要沸腾起来了 肌肉高高隆起 让李修的身材 从筋状变成了肌肉猛男 全身都仿佛充满了 爆炸性的力量 现在李修才发现 同样是S级技能 热血沸腾 比超刺激要温和许多 以他的身体素质 也能够较长时间的使用 不像超刺激那么霸道 使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自己的身体 就先承受不住了 在S级热血沸腾的加持下 李修双手握着剑柄 拼命发烈 剑柄只是动了动 依然没有被李修抬起来 这也在李修的意料之中 当初昆沙就已经拥有了 S级的热血沸腾 他那时无法拿起铁锤 李修拿不起来也不奇怪 下一秒 李修眼神一鸣 全身的细胞都像是被 针扎一样痛苦呻吟 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个闪着蓝光的技能 烙印在他的手指上浮现出 超刺激终于发动 双S级技能的加持 让李修感觉身体仿佛都要 被那恐怖的力量给撑爆了 咬牙疯狂发力 那柄古怪的剑 终于被李修给拿了起来 当整把剑完全离开桌面的一刹那 红色的光焰从剑身上升腾而起 那竟然是一种类似于魔光的光芒 果然 这里的武器 就是能够斩杀魔灵的武器 昆杀剑部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使用入场券 得到了武器的试炼者 李修打量着手中 散发着红色光焰的剑 打算要把他先放下来 超刺激终在太刺激 他有点支撑不住了 那种痛苦 简直就是折磨 他打算等入场券时间快到的时候 再把剑拿起来 看看能不能带着剑一起离开这里 如果能够把剑带出试炼场 以后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使用 这样的剑 他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随便挥舞 但是穿上魔装就不一样了 他完全可以穿上魔装之后 使用 李修还没有放下手中的剑 却突然听到一个诡异的声音 在漆黑的暗处响起 恭喜你 渺小的碳级生物 你获得了与高级生命体器 成为生命共同体的资格 它的名字叫做火莲 使用你的血液与之完成生命约定 从此以后 你们将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它将会是你成长的基石 李修心中惊骇 他现在才知道 在试炼场中完成试炼的人 并不能够算是真正的试炼者 只有与其成为生命共同体 才算是成为了真正的试炼者 这就是 你让我来试炼场的理由吗 李修心中暗自想着 白秋一临死前对他说的那些话 现在也许已经有了答案 真正的试炼者 能够靠自己的身体和气 与魔灵战斗 不需要使用魔装 李修没有按照那声音所说的去做 咬牙把火帘放回了桌面 停止了热血沸腾和超刺激的使用 火帘回到桌面之后 健身上的光焰并没有收敛 依然在闪耀着 是不是每个人 都只能与一把气成为生命共同体 李修盯着那黑暗之中 问道 渺小的炭极生物 你的贪心 会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 那声音竟然真的回应了他的问题 然后继续说道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多个不同的气 但是第一个气不同 只有第一个气才是你的生命共同体 你们的一切都将成为一体 以后 就算你拥有再多的气 那些也都只是工具而已 对于你的身体 不会产生本质的影响 气是不是也有强弱之分 李修再次问道 气分为流彩 闪耀 璀璨和光辉四个等级 火帘是闪耀级的气 那声音像个机器人一样 回答着李修的问题 不同等级的气 实力差距大吗 李修想了想又问道 初始的气 差距并不大 事实尚气的强弱 和他的另一半有关 那声音突然说道 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请尽快和气完成生命约定 成为真正的失联者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不会选择他 作为我的第一个气 李修直接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不会与火帘完成生命约定 因为李修感觉得到 血纹左轮比火帘更加的强大 既然知道 还有更高级的气 像李修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选择闪耀级的气 作为唯一的共生气 看着光焰闪耀的火帘剑 李修的手指轻轻从剑身上辅过 喃喃自语道 那下一次你能够遇到对的人 火帘剑似乎听懂了他的话一样 剑身之上突然红光一闪 李修的手指立刻被那红光割破 鲜血滴在了火帘剑的剑身之上 李修顿时脸色大变 伸手要抹去剑身上的血液 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血液像是被海绵吸收了一般 融入到了火帘剑的剑身之内 鲜血不断地与剑身内的火帘纹融合 火帘剑发出一阵阵的剑鸣 竟然自己凭空飞了起来 剑尖对准李修的腹部刺了下去 第六十三章 气 火帘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李修连躲都没有来得及躲 火帘剑就击在了他的腹部 刹那间就直没剑饼 完了 就这么死了 李修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却也认命 心中想着 这一下算是能和白秋一团聚了 没想到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个魔装师 竟然都是因为试炼之门而死 奇怪 怎么不疼呢 难道是因为那剑太薄 太快 从我身体中穿过去 我的身体都没能有感觉 伤口也还严丝合缝 只等我的一动 伤口就会裂开 肠子什么玩意儿的 就会得留一地 李修心中想着 突然感觉不对劲 低头一看 发现火帘剑根本就没有刺进他的腹部 火帘剑的剑身 似皮带一般弯曲 缠在了他的腰上 剑尖正好与剑饼的尾端连接在一起 远远看去 就像是李修腰上多了一条火帘纹的暗纹腰带 李修还没有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入场券的 石线就已经到了 他被传送了出去 在传送离开的时候 李修隐约还听到 那诡异的声音 好像在说什么 声令约定失败转化 寄生之类的字眼 回到了球场上 发现昆沙已经回来了 在他背上 赫然背着一柄巨大的黑色火纹大锤 那大锤的锤头 足有水桶那么粗 上面有一道道的红色火焰纹路 锤杆有两米左右 看起来无比的霸道凶猛 李修人都看得有点呆住了 因为昆沙背着那么一柄锤 竟然像是没事人一样 他带出来的火帘 这么小一点点 缠在他腰上 就让李修感觉 自己的腰都快要被压断了 双腿一个劲地打着颤 随时可能会被压得趴下 哈哈 我终于明白了 这才是真正的失恋者 我现在是真正的失恋者了 昆沙这么老成的人 竟然也兴奋地大叫起来 什么失恋者 那个大锤是什么东西 杀来好奇地问道 这是妾 只有拥有了它 才算是真正的失恋者 我的这个妾 名字叫火焰锤 现在我和火焰锤 就是生命共同体 以后 我们就可以一起战斗 一起成长 火焰锤可比魔装好用多了 它本就是有一个生命 是有灵性的 能够与我的意识完美匹配 昆沙越说越兴奋 看不出来它 还是个话楼 你背着这么大的锤 不累吗 李修忍不住问道 不累 现在火焰锤 和我已经是生命共同体 它是有灵性的 在我手中 可以说是轻弱无物 但是别人若是去拿它 那就是几百斤也不止 而且还可以把它收入身体之内 昆沙得意掩饰 怎么把大锤收进身体之内 得意地炫耀着 现在的昆沙 完全没有了平时的稳重 像得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小孩子一样 不过还是让怕善 沙莱和李修极其羡慕 还有这种事 为什么我的 还是像原来一样重 难道是因为我的那句话 得罪了火连剑 他在报复我 不过李修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想法 因为他想到了最后听到的那些 生命 好像是说 他和火连剑的生命约定失败 然后又是转化 又是寄生什么的 李修也没有听清楚 就被传送了出来 李修 你腰上那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多一个腰带 沙莱 发现了李修身上的异样 李修 你也得到了气 成为了试炼者吗 那真是太好了 等会儿我们两个一起使用气 杀出了一条血路 护着怕善和 沙莱冲出去 昆沙兴奋的有点过头了 这才发现 李修腰上的淡红色腰带 我这个应该不算是气 我也没成为试炼者 李修说着自己都想哭 这玩意儿 在自己身上 别说杀出去了 就算让他自己跑 他都跑不快 还得一点点的往外挪 实在是太沉了 现在李修严重怀疑 自己只要一抬脚 只用一条腿支撑的话 那条腿就会被压断 没想到试炼者还有这讲究 等回头 我也弄得完完 沙莱严底满是藏不住的羡慕 时间不多了 赶快选奖励吧 拿到S级天赋和技能出去 我们两个也能帮上点忙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帕善在一旁说道 沙莱一听 觉得有理 连忙选择了自己的奖励 李修严重怀疑 热血沸腾这个技能 有点烂打尖 沙莱和帕善拿到的 技能也是这个 现在他们四个人 人手一个S级的热血沸腾技能 两个人得到的天赋能力 倒是有些不一样 因为天赋宝石都不一样 至于是什么天赋 李修自然也不好去问 他们选完了奖励之后 四个人就一起被传送了出去 入目看到的景象 却让李修四个人 都有些发冷 他们原本以为出来之后 应该会面对着 成群拿着冲锋枪的士兵 甚至是一排的魔装师 在等着他们 万万没想到 在他们面前最先看到的 即不是黑洞洞的枪口 也不是钢铁侠一般的魔装师 而是一台台的摄影机和照相机 甚至还有人拿着手机在拍他们 咔嚓 咔嚓 闪光灯连续不断地闪烁 都快要把李修他们的眼给闪瞎了 昆沙老师 请您说 一下感想 二次冲击S级试炼的感觉如何 昆沙老师 您身为一名高贵的魔装师 为什么要以身犯险参加试炼呢 是什么样的经历 促使您做出这种决定 已经有记者冲来向昆沙提问 甚至还有人要采访李修 杀来和帕山 守在两边的军人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立刻把枪口对准了台上的李修 和那些媒体工作人员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出来的人竟然会是昆沙 郑德和古岳城主早就走了 只留下了几个亲信 带着士兵在这里守着 这些媒体也都是他们找过来的 为的就是让泰罗城的居民知道 他们下的柱都输了 昆沙也输了 他没能出来 知道内情的人 没有人认为昆沙能活着出来 可是事实就是这么奇幻 昆沙竟然活着出来了 甚至连李修 帕山和沙来都没有死 应该死的人都没有死 不应该死的人都死了 这让他们一时间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 打电话通知郑德的时候 郑德指回了一句话 全部杀光 不能留一个火口 第64章 火连剑 李修看到那些士兵黑洞的枪口 都指向了这边 就知道大事不妙 那些媒体 却还在拼命地往前挤着采访 真是尽孽的不要命 也不看看 身后是什么情况 李修毫不犹豫 开启了热血沸腾技能 然后就地一滚 平躺着 向旁边滚了过去 他也不想这么狼狈 可是就算开了热血沸腾技能 他也没能力 带着火连剑加速跑起来 媒体还在奇怪 李修这是在发什么疯 就听到背后 传来哒哒哒的声音 然后就听到了 子弹穿透血肉骨头发出的声音 还有鲜血喷剑和惨叫的声音 一时间试炼之门前 成了修罗屠宰场 沙来河 帕善都已经往旁边的掩体冲了过去 昆沙抓起被在身后的火焰大锤 猛地向着开枪的士兵甩了过去 砰 四五个士兵被大锤扫中 被锤柄扫中的士兵 被扫得骨头断裂 被锤头直接砸到的人 直接被撞在了墙上 胸膛直接扁了下去 口中鲜血狂喷 趁着大乱的机会 昆沙快速冲进了士兵当中 抓起火焰锤就抡了起来 火焰锤上的火焰纹亮了起来 仿佛滚烫的岩浆闪耀着光芒 在这么近的距离之下 昆沙就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一锤扫过去 成牌的士兵都被砸得倒飞出去 另外一边的士兵枪口都转向了昆沙 可是还没有等他们对准昆沙开打 沙来和帕善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摸到了他们身后 沙来嘴角露出邪恶的凝笑 手刀直接把前面士兵的脖子斩断 帕善从后面一只手 抓住一个士兵的脑袋 猛的发力往中间撞去 两个士兵的脑袋就像是鸡蛋一样爆开 李修躲在一堆沙袋后面 免得自己被子弹误伤 他可不是钢铁之身 现在又跑不动 万一被子弹误伤就难受了 从外面不断有士兵冲进来 端着冲锋枪 对着里面的人就是不停地扫射 见人就杀 看来是根本不打算要留活口 李修看到有一个记者 带着一个摄影师躲在不远处 听着的坦克车履带后面 那摄影师竟然还在偷偷拍摄 还真是为了新闻不要命 突然 几个士兵发现了李修 端着枪冲了过来 而且还在不断地扫射 打在沙袋中 沙子飞剑 李修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必须弄掉身上的火连剑 否则他就必死无疑 手掌按着像是皮带扣一样的剑柄 用力想要把火连剑 从自己腰上拉下来 这一番操作看傻了 正在偷拍的摄像师和女记者 人家都快冲过来了 这家伙竟然还在解皮带 他们搞不懂这是啥操作 难道他要出卖摄像保命 士兵当中也没女人啊 女记者心中暗自负匪 眼看着士兵在火力压制的掩护下 就要冲上来了 李修死命地拉扯 却怎么也没办法把火连剑拔出来 我命休矣 李修见两个士兵从侧面冲了出来 端着自动步枪对着他 就是一阵搭打 他已经用上了热血沸腾和超刺激 剑还是抽不出来连跑都跑不动 都不要说躲开那些子弹了 叮 就在此时 李修突然感觉手上一清 他一直拉扯不动的火连剑 竟然被他抽了出来 剑身从他腰间弹出 挺得笔直 脱手飞出去 只见火连剑上火连纹闪着红光 又细又薄的剑身 在李修面前快速闪动 如同一道道红光纵横交错 叮当之声不绝于耳 那些射向李修的子弹 竟然都被自己动起来的火连剑劈开 裂断的弹头掉了一地 那几个士兵都看傻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在他们惊讶冷神的功夫 火连剑如流光一般滑过 一个个士兵只感觉眼前红色流光一闪 扑通扑通 几个士兵低头去看的时候 上半身却向前滑落 下半身还站在那里 等上半身摔倒在地上之后 下半身才倒下 这么厉害 李修又惊又喜 站起来就准备要 加入另外一边的战斗 却见火连剑已经化为红色流光飞了回来 刹那间又缠在了他的腰间 李修感觉身体一沉 又走不动路了 这一番操作说起很慢 其实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从李修扯出火连剑 到火连剑回到他腰间 几乎是一气呵成 这些画面落在摄像师和那女记者的眼里 就像是李修在主导这一切 甚至可以用帅气来形容 这世上真有剑仙的存在吗 女记者看着站在那里的李修 眼睛都快要变成闪亮的爱心灯泡了 还好 另外一边的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 昆沙简直就像是战神一样 把那些士兵捶得鬼酷狼嚎 死得死逃得逃 刚刚启动的坦克 被昆沙一锤砸出个大坑 几锤下去一辆坦克 就直接报废了 看到这一幕 那些士兵逃得更快了 连手里的枪都给甩了 只恨爹妈少给他们伸了两条腿 正得以为昆沙必死无疑 再加上啊 那边要去洗劫太罗城的几个豪门 根本没有留魔装师 在这边都没事吧 见士兵都已经逃远了 昆沙招呼李修他们 沙来倒是没有受什么伤 怕扇手臂上中了一枪 他直接用手指头 把卡在骨头上的弹头 给挖了出来 扔在地上 也摇头说了一声 没事 没提色不少人 少数几个幸存者 也都是心有余悸 不过他们 看向昆沙的眼神 都充满了狂热的崇拜 刚才昆沙的表现 确实像个战神一样 你们两个站住 那个女记者和摄影师 正准备要离开 却被李修叫住 你好 有什么事吗 女记者甜甜一笑 转过身来看着李修说道 把你刚才拍的东西给我 李修伸手道 你想看的话 可以看明天的泰罗新闻 女记者的话没有说完 就闭上了嘴 李修的手 已经放在了自己腰间 眼神冷漠地盯着女记者 没等女记者 在说什么 摄像师就很懂事地 把内存卡 从摄像机里面取了出来 双手递给李修 如果让我发现 你们还有备份 又或者看到你们有什么 关于我的报道 后果 你们懂的 李修说着 直接把内存卡在纸间 捏成了碎片 第六十五章 疯狂的郑德 这一天 注定要在泰罗城的历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泰罗城 把持着宝石矿脉 或者经营宝石生意的豪门 一天之间 被毁家灭族 大量的 宝石被运到了城主府 郑德的看着一箱箱堆积的宝石 兴奋地把手中 酒杯里的酒 一饮而尽 这些老家伙 总想着把持属于泰罗城的宝石 都该死 郑德抓起 一把宝石 然后任由宝石 从指尖滑落 脸上的表情 疯狂而扭曲 恭喜大人 从今以后 泰罗城 就是您一人的泰罗城了 沙楚在一旁微笑着说道 你也出了不少力 本城主说过的话 一定算数 从今以后 那几座红宝石卖 就都是你家的了 郑德志得意满地说道 大人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沙楚微笑道 还是你明示脸 不像 那些做死的老家伙 以后多来城主府 这泰罗城 还要靠你这样的人 才好好建设 郑德盯着沙楚 那高耸的胸脯 眯着眼睛说道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再来与城主大人叙旧 沙楚 低头浅笑 随时都有机会 只要有我在 城主府 就是你的家 郑德哈哈大笑 大人 昆沙来了 一个魔装师过来 禀告郑德 不愧是昆沙 这样 还能回来 他现在在哪里 郑德淡淡地说道 在大门口 他说 请大人出去见他 魔装师说道 也好 总该有个了断 郑德起身说道 去吧 秦师请过来 让他陪着我 去见昆沙 城主府的大门外的街道上 昆沙背着火焰锤 手中提着魔装箱 冷冷地盯着城主府的大门 远处的一座 破旧楼房的房顶 理休 帕善和沙莱 正远远看着城主府 那边的情况 昆沙一个人没问题吧 帕善皱着眉 有些担心地说道 有没有问题 都和我们无关 你能对付那些魔装师吗 沙莱撇了撇嘴说道 那是魔装师之间的战斗 我们去了 也是白给 帕善沉默不语 试炼者在魔装师面前 实在太脆弱了 李休 你在那里干嘛呢 沙莱见李休在 那边一直在弄手机 有些好奇地问道 联系一个朋友 给我送点东西 李休联系上了阿肥 还好阿肥那边没什么事 他让阿肥 把他的那套一击魔装送过来 火连剑在身上 他连站着都费劲 根本不可能战斗 而那火连剑 也是时灵时不灵 根本不受李休控制 昆沙这一战 如果有可能的话 李休希望能够帮助昆沙取胜 昆沙一死 郑德肯定会把他们这些 和昆沙有关系的人 全部铲除掉 到时候 别说弄到高级魔装 恐怕还得连夜逃命 但是如果能够把郑德弄死 成主府的那些魔装 还不是随便挑 更何况郑德差点把李休坑死 这笔账 总是要去讨回来的 李休本身就不是一个 度量的人 有仇 总是要报的 两个人说话的时间 就见一个人影 魔装箱的阿斐 魔装 这就是你要的东西 你该不会是 想告诉我们 你也是一个魔装师吧 看着阿斐 把魔装箱放在李休面前 沙莱瞪大了眼睛问道 我就是这个意思 李休笑道 我去 现在的魔装师 都这么不要命吗 放着好好的魔装师 不当 拿命去试炼场冒险 你们是不是闲得蛋疼 没什么事 可做了 沙莱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像李休 和昆沙这样的魔装师 会去试炼场冒险 你说的没错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去玩玩也挺好 李休笑道 这话把沙莱赌的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他拿命去拼的东西 李休既然说是随便玩玩 张嘴想要反驳 可是又想到李休 在试炼中的表现 人家可不就是去玩玩吗 人家不但去玩了 还玩得相当好 没有李休 他们早就死在试炼场里面了 池 你这是什么级别的魔装 沙莱转移了话题 一集 李休如实回答 沙莱立刻不屑地撇嘴说道 一集的魔装师 那你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这里待着吧 郑德那边的一集和D集魔装师 少说也有二三十个 B集和A集也有好几个 听说还有一个S集的魔装师 不死鸟 你过去就是送死 高级魔装师并不代表什么 也许炮灰也有大用 李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 笑着说道 能有什么大用 就你这破一集 还能干翻S集不成 沙莱撇嘴 那还真说不准 李休观察着城主府那边的情况 随口这么一说 你要真能用这破玩意儿 干翻S集魔装师 我沙莱叫你爸爸 别整这些没用的 赶快商量商量 昆沙要是死了 我们怎么逃命吧 我看我们现在 就应该立刻离开太罗城 沙来叙叙叨叨 说个没完 城主府的大门打开 郑德在十几个魔装师的簇拥下 和身穿不死鸟魔装的情师 一起走了出来 昆沙 你还敢来 郑德肆无忌惮地说道 我为什么不敢来 我昆沙一向光明磊落 想去哪里都可以 昆沙冷冷地看着郑德说道 我记得 你曾经对我说过 你一定会带领太罗城走向辉煌 让所有人居民都过上好日子 否则就把你的脑袋给我当马桶 现在应该是时候兑现你的诺言了 昆沙 你怎么知道 我不能带领太罗城走向辉煌 以后 太罗城在我的领导下 会越来越强大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你不就是想杀掉我 取而代之 说那么多 废话干什么 郑德不屑地说道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还不都是我给你的 你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没有我 你现在还是个废物 别说S级魔装师 E级魔装你 都摸不上 背信弃义的那个人 是你 郑德这颠倒黑白的本事 却是厉害的 狠 陷害兄弟 残害同胞 掠夺别人的财富 这就是你带领太罗城 走向辉煌的方式吗 昆沙眼中闪过失望之色 他不知道郑德什么时候 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这个兄弟 不是也想杀我夺权吗 什么同胞 那些老家伙 抱着宝石矿卖不放 我拿什么发展太罗城 我用什么让我的人民 过上好日子 我这也是为了 太罗城着想 那些宝石矿卖 必须收回成主府公有 那是太罗城人民 共同的财富 郑德大言不惭 郑气凛然地说道 那么你欠掌升天的债呢 昆沙平静地问道 什么长升天 少在那里 妖言获重 郑德眼底 闪过一丝慌乱 直接挥手道 不死鸟 把这个 忘恩负义的家伙 给我拿下 我给你三倍的红宝石 三倍吗 秦师抬起头 看向昆沙 缓缓走了出来 第66章 你是魔装师 秦师不想知道 昆沙和郑德之间 到底有什么恩怨 也不知道 到底谁对谁错 对他来说 这一切都无所谓 他只是来赚宝石的 宝石给足了就可以 反正无论谁尚未 最终受苦的 都是普通老百姓 男十字联盟 是什么德性 秦师再清楚不过了 越是宝石框卖越多的地方 对底层的剥削 就越严重 不死鸟 早就久仰大名 似你这般的魔装师 为什么要帮助郑德这种人 昆沙看着秦师皱眉说道 我只为宝石而来 郑德给了我足够多的红宝石 我自然要为他办事 秦师身上的 不死鸟魔装亮了起来 昆沙知道再说 什么也都是多余的 于是按下了 魔装箱上的启动装置 魔装箱顿时分解成 一件件的甲铐 包裹住了昆沙的身体 一身 红色的魔装 与秦师的不死鸟魔装 倒是有些相似 但是和造型 还是有些区别 在这里不方便战斗 跟我来吧 昆沙身上的魔装 出现光纹 闪动的魔光 推起他的身体 向天空中飞去 秦师不发一言 同样破空追了上去 不多时 就看到天空爆发出 一道道刺目的红光和爆炸 产生的光暴环 S级魔装师的战斗 几乎可以摧毁一切 如果是在城中战斗 只怕整个城都要被毁掉 天空中的云层 都因为他们的战斗 都被撕裂 一道道红色魔光 如同红色闪电般 在云层之中闪耀 即便他们已经在如此的高层 地面依然可以感觉到 一股股的狂风 自天空扫落 把一些不够粗的树木 都吹得东倒西歪 铁皮搭成的屋顶 也被撕扯着掀开 宛肉暴风席卷了城市 看来是我出场的时候了 李修抓起魔装箱 魔装箱顿时分散开来 一件件假靠包裹他的身体 有了魔装的动力 李修自身不用发力 火连键在他身上 也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你疯了 真要去 那边十几个魔装师呢 好几个A级和B级魔装师 就你这破玩意儿 去了 不是送死吗 杀来怀疑李修的脑子 是不是坏掉了 他承认李修很厉害 可是魔装师的等级差距 比试炼者要大得多 连他这个外星人都知道 D级魔装师的魔光 连高级魔装师假翘都打不破 这要怎么动 不是是 怎么知道不行呢 李修说着 直接启动魔装 从楼顶跳了下去 然后狂奔向城主府的大门 有魔装师正在靠近 一直跟在郑德身旁的A级魔装师雷赞 发现了狂奔而来的李修 还有魔装师 郑德微微皱眉 身旁的魔装师们都警戒了起来 可是当他们看清楚 狂奔而来的魔装师之时 却都放松下来 那魔装大部分魔装师都认识 老旧的铁甲魔装 一级的低端货 还是过时的那种 本身能量上限很低 而且只有魔光球和魔光刃两种攻击手段 就连郑德手下的这些一级魔装师 都已经不用这种老东西 你是什么人 郑德见识这种魔装师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有恃无恐地问道 城主大人那么想让我死 却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吗 李修默然说道 狂奔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李修 原来是你 你竟然也没有死 还是一个魔装师 真是让人意外 郑德说着微微 示意 下面顿时有两个一级的魔装师冲了上去 就李修那一身破魔装 郑德觉得 让两个一级魔装师上去 已经是杀鸡用牛刀了 虽然同样是一级魔装 他手下魔装师使用的 可是新款 无论防御力 还是能量上限 都要比李修的那套铁甲魔装 要强不少 魔光的攻击手段 也更多样化 这可是他之前没有欠下 长生天巨额债务的时候 才刚刚从太空城那边 弄回来的好东西 两个一级魔装师 一左一右 向着李修迎了上去 同时举起双手 四道魔光 向着李修轰击过去 新型的一级魔装 凝聚魔光的速度 也比铁甲魔装快了很多 李修身形快速移动的同时 双掌之中 各甩出了一个魔光球 魔光球的威力 不及他们使用的魔光术 速度也更慢 两个魔光球 分别向着两个 一级魔装师飞去 那两个魔装师 都是心中不屑 各自举起手掌 对着魔光球 射出魔光 要把那魔光球 在空中直接打爆 可是他们的魔光 快要碰到魔光球的时候 那魔光球 竟然急速下坠 轰击在他们面前的地面上 轰轰 魔光球 把地球轰出两个大坑 吐诗飞扬带起了漫天 沙尘 两个魔装师的视线 被沙尘阻挡 还没有看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两个魔光球 就已经轰到了他们面前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又凝聚出了魔光球 他们心中 只来得及闪过这一个念头 魔光球 就已经在他们的脸上炸开 砰砰 他们的面具被炸裂 抱着脸惨毫倒地 李修看也不看 毫不停顿地 继续冲向城主府大门 那个人有点古怪 他凝聚魔光的速度不正常 为赞对郑德说道 再快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一级魔装师 同级魔装师干不掉他 那就换更高级的 郑德不在意 看了一眼前面的魔装师 那位C级的魔装师 直接出战 魔装上蓝光闪烁 快速迎向了李修 李修根本不给 那C级魔装师出手的机会 看到他迎上来 双手立刻就甩出了魔光球 一个个魔光球 被李修连续甩了出去 像是一个个灯泡般 沿着不同的弧线 飞向那C级魔装师 C级魔装师冷笑着迎上去 根本不躲不闪 C级魔装的防御强度 根本不具那种程度的魔光球 E级魔装师的魔光球 根本伤不到他分好 正当他想要以利破万法 将那些魔光球 直接用魔装撞碎的时候 却惊异地发现 所有的魔光球 竟然都沿着弧线飞行 并没有撞向他的身体 而是在飞向了他的面前 李修前前后后 快速甩出了十几个魔光球 这些魔光球 无论先发还是后发 最终都在同一时间 飞到了同一个位置 哄 十几个魔光球 同时撞击在一起 在C级魔装师的面前爆炸开来 恐怖的能量 把附近的水泥地面 都给炸出一个大坑 C级魔装师的身体 被炸得倒飞出去 摔倒在地上的时候 发现他的魔装 胸口甲铐 被炸裂了一大块 鲜血正从里面渗出来 杀了他 郑德也看出不对劲了 挥手命令 除了雷战之外的 所有魔装师 都冲了上去 第67章 不一般的魔装师 看着十几个身穿一级 B级 C级 B级 甚至是A级魔装的魔装师 冲上来 李修深吸了一口气 魔装的能量 被催动到了极致 直接撞塌了 身后的墙壁 冲进了建筑内 这建筑就在城主府的对面 和城主府只隔了一条街 是一座三层的商场式建筑 原本正都是打算把这里 打造城南十字联邦 最大的宝石交易市场 只是后来搜刮得太厉害 小商家 受不了都搬了出去 前面就空了下来 十几个魔装师都跟着 撞破墙壁冲了过去 看到李修正在通往 二楼的电梯上面 几个魔装师 立刻凝聚魔光轰了过去 一道道魔光 把电梯和二楼的悬空楼 台闸得爆碎开来 漫天的水泥钢筋碎快飞溅 李修的身形左冲右凸 在密集的魔光中 似乎蝴蝶般舞动 竟然一次也没有被击中 翻身上了二楼 头也不回地 反手甩出两颗魔光球 同时冲进了二楼的 一间商铺之内 那两颗魔光球在空中 剧烈摇晃着 飞向了两个一级魔装师 那两个一级魔装师 有了前车之剑 根本不敢用魔光击毁魔光球 分别向着两边闪躲 可是那两个魔光球 却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竟然猛转了一个弯 正好击中了他们 砰砰 两声爆炸之后 两个一级魔装师 都被炸得摔倒在地上 魔装上面出现了裂痕 虽然不致命 却也让他们的魔装出了问题 爬起来想要凝聚魔光反击 却发现魔光竟然没有办法凝聚了 他们穿的魔装 大多都是产自太空城 李修对于太空城的魔装太熟悉了 每一个型号的魔装 有什么设计缺陷和问题 他都了如指掌 以最小的代价 取得最大的战果 带队的魔装师 只会众人分头包抄李修 一众魔装师冲上了二楼 那家伙能行吗 杀来看着远处 不断传来爆炸声的建筑 有些烦躁地走来走去 他对于李修在试炼场展现的能力 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可是魔装师却是他不了解的领域 他只知道 李修的魔装等级实在太低了 像他那样的人 你觉得他会做没把握的事吗 帕善目光灼灼地盯着 那不断爆炸的建筑说道 虽然我也觉得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可是你想一想 自从我们和他一起开始 他做的那件事 是我们觉得有可能做成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 杀来微微一正 说的也是 真是让人妒忌的家伙 同样是人 也不知道 他是吃什么长大的 为什么能够做到那些 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也只能相信他们了 帕善眼神坚定地继续说道 像这样做一个旁观者的感觉 非常不好 这辈子 想要成为魔装师 是没有可能了 但是还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试炼者 以后 那就是我的目标 嘿嘿 那可不容易 你没听昆沙说吗 以他的实力 也只是勉强成为了真正的试炼者 沙来说道 男又怎么样 就算是赌上自己的命 我也要成为真正的试炼者 帕善坚定地说道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又怎么能够 输给像你这样的家伙 我肯定会比你更早 成为真正的试炼者 沙来撇着嘴说道 轰隆 轰隆 废弃的商场外墙 不断被炸开 可以看到 里面不停有魔光闪烁 可是声音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郑德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声音没有停 就意味着 战斗没有结束 那么多魔装师 去围杀一个 穿着一级魔装的魔装师 这么久了 还没有拿下 让他越来越暴躁 真是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 这么长时间 连一个一级魔装师 都没有干掉 那个魔装师 并不是普通的一级魔装师 他本身的能力 一定远远超过 一级魔装师的水准 他很有可能是 A级甚至是S级的魔装师 雷赞冷静地 分析 能够操控那种 老旧的一级魔装 顺发魔光球 还能够把魔光球 操控到那种程度 这都不是一级魔装师的 临时强度 能够做到的 高级魔装师又怎么样 就算他真是S级魔装师 穿着一级魔装 也只是一个一级魔装师 我就不相信 一级魔装的魔光 能够伤到B级和A级魔装师 正得冷声道 理论上是不可能做到 雷赞想想也是 可以 却总感觉心中有些不安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里面的A级魔装是阿尼甲 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级魔装凭什么伤到A级魔装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就算是能够控制 十几个魔光球相撞 产生巨大的爆炸能量 那顶多也就能破坏C级魔装 B级和A级魔装 能够无视这种爆炸能量 阿尼甲肆无忌惮地追赶里修 可是那里修 却像是个幽灵般 在建筑内神出鬼没 在商铺和楼层间绕来绕去 把一众魔光尸耍的团团转 偶尔几次快要追上他的时候 发出的魔光 也都被他躲掉了 终于阿尼甲在三楼的天桥处 堵住了里修 而天桥的尽头 已经没有别的路了 跑 你在跑啊 阿尼甲举起手臂 对准了里修 如果我是你 就不会现在攻击 里修站在那里淡淡地说道 可惜你不是我 所以你死定了 阿尼甲直接发动了 魔装最强的攻击模式 一道道魔光似是 加特林的子弹般 狂暴地轰向里修 可是 那些魔光的轨迹 却出现了偏差 都射向了里修的头顶 而且偏得越来越厉害 最后都射到了天花板上 阿尼甲脚下天桥 破裂了一个大洞 人 从大洞内摔了 下去 里修从那里冲过去的时候 打出魔光 破坏了天桥的结构 阿尼甲使用那种 强力的魔光攻击模式 会产生强大的后座力 让他不由自主地双腿发力 天桥的结构受到压力 彻底被破坏 直接裂开一个大洞 阿尼甲的魔装 并没有飞行能力 落下去之后 下意识地挥舞着手臂乱抓 却什么也没有抓到 突然 里修的身形 从天而降 也从那大洞中跃了下来 如同陨石一般 砸向了空中的阿尼甲 第六十八掌 我什么都要 哄 里修膝盖 撞上阿尼甲的胸口 两个人从三层 直接摔到了一楼的大厅 把地面 都给砸出了一个大坑 四周的地板 像蜘蛛网一样破裂 阿尼甲躺在坑里面 看着身上的里修 突然伸手抓住了 里修的手臂 狂笑道 没用的 一级魔装 根本伤不了我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心机都是白费 你死定了 是吗 里修任由阿尼甲 抓住他的手臂 却没有反抗 阿尼甲抓着 里修的手臂 其他魔装师听到声音 也都看着这边冲了过来 阿尼甲正准备要起身 却突然感觉 魔装好像不听使唤了 怎么站都站不起来 你真的了解你 身上的这套 A级魔装毁灭着吗 里修缓缓起身 他顶着阿尼甲腰部的膝盖 缓缓抬起 他膝盖部位的魔装 已经碎裂 却微微有些错位 你 你做了什么 阿尼甲挣扎了几下 发现下半身的魔装 完全没有反应 有种下半身瘫痪的感觉 没什么 只是想换套魔装 里修说话间 他身上的魔装自动解体 而他的另外一只手 如闪电般 插进了毁灭者 魔装错位的缝隙中 立刻攻击 杀了他 阿尼甲感觉 身上的魔装抖动 竟然不受控制地开始解体 从他身上玻璃 不由地大叫起来 从三楼 二楼 还有一楼冲过来的魔装师 听到阿尼甲的叫喊 连忙对准了 已经解除了魔装的里修 发射出一道道魔光 迎着四面八方的魔光 里修没有躲闪 插进毁灭者 魔装缝隙的手掌发力 毁灭者 顿时四分五裂 一件件甲铐 脱离了阿尼甲 快速飞向里修 眨眼间 就包裹住了他的全身 看着从四面八方射来的魔光 里修双手举起 掌心 爆发出一道道魔光 犹如加特林的子弹般 疯狂扫射 砰砰 砰砰 郑德和雷赞 看着那已经千疮百孔的建筑 听着那疯狂的轰鸣 然后就是连续的坍塌 然后一切的声音 却突然静止了下来 死一般的寂静 郑德有些不安地咽了咽兔目 突然看到一个身影 从废墟般的建筑中走了出来 是毁灭者 郑德看清楚魔装 顿时大喜过望 以为里修已经被 毁灭者杀掉了 郑准备走过去 却被雷赞突然拉住了 不对 那不是原本操控毁灭者的魔装师 雷赞发现了不对劲 虽然魔装师大多都用代号 不以真面目视人 雷赞也没有见过阿尼甲的真面目 可是他发现 现在操控毁灭者的人 行动姿态和阿尼甲不同 这和魔装师本人的习惯 还有操控方法有关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改变的 所以雷赞很清楚地知道 现在毁灭者 魔装里面的人 绝不是他原来的主人 不好意思 让你们失望了 李修一边走向郑德 这怎么可能 郑德金亥玉决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穿着老式一级魔装的人 竟然能够杀死十几个 比他更高级的魔装师 竟然还抢走了阿尼甲身上的A级魔装 他从未想过会有这种事发生 不由自主地一步步后退 想要逃离这里 我的天 他还是人吗 杀来张大的嘴巴 看着患上了毁灭者魔装的李修 半天才缓过神了 李修举起了手臂 郑德顿时 吓得转身就逃向城主府内 同时大喊道 雷赞 挡住他 这样的人 你还要为他拼命吗 李修看着挡在了郑德后面的雷赞 并没有立刻开火 全世界都可以怪他 但是我却不能 他救过我的命 现在就是还命的时候了 雷赞知道自己不是李修的对手 如果换成他是李修 绝对做不到刚才李修做的那些事 现在雷赞已经可以肯定 李修本身就是S级的魔装师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S级 有可能是排行榜上的明知魔装师 李修没有在说什么 魔装之上黑色光纹亮起 推动他的身体 像是一头散发着黑光的野兽般 冲向了挡在他面前的雷赞 雷赞身上的魔装 也爆发出一道道红色光纹 双手之中弹出红色魔光刃 交叉展向了冲击而来的李修 两人的身体交错而过 雷赞背对着李修似是定格一般站在了那里 你到底是谁 雷赞艰难地开口问道 没有回答 李修竟自向着跌跌撞撞逃跑的郑德走去 雷赞胸口的魔装破碎 人也倒在了地上 挣扎着却爬不起来 救我 雷赞 秦师 郑德一边惊恐地大叫 一边拿出手枪 慌乱地对着李修射击 慌乱之下 他连秦师的代号都不叫了 直接叫了他的名字 慌乱之下 子弹大多都射偏在了地上 少数击中李修的子弹 也被魔装直接弹开 根本伤不了他分毫 郑德吉没有魔装师的天赋 也不舍得拿命去冒险 成为试炼者 本身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不要杀我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宝石 你要宝石对吧 我有很多宝石 你要多少 我可以给你多少 郑德一边后退 一边哀求着 宝石我当然要 你的命我一样也要 欠命还命 你 该死 李修冷漠地说道 不 郑德还想再说什么 却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一道红光坠落 撞在城主府内的一座小楼上 把小楼直接撞他 另外一个红色的人影 落在了郑德的面前 赫然是穿着不死鸟魔装的琴尸 崩塌的小楼内 魔装破裂的昆沙 艰难地爬了出来 他身上魔装多处破裂 看起来 已经失去了再战的能力 哈哈 想杀我 做梦吧 今天你们全都要死 秦师 把他们全杀了 我给你十倍的红宝石 不 百倍 郑德疯狂地叫嚣 秦师并没有动 只是打量着面前的李修 刚才那套铁甲魔装 是你的 秦师突然开口问道 即便是在战斗当中 他还是注意着下面的情况 倒不是说 他有多关心郑德 主要是怕郑德死了 他拿不到自己应得的那份红宝石 第69章 专业人员 是的 李修回答 见过那个巨型魔灵 秦师再次问道 见过 还扔了几个魔光球 李修淡淡地回答 秦师点点头 然后缓缓退到了一旁 对郑德冷笑着说了一句 城主大人 真是很抱歉 这当我不接 不接 郑德人都傻在了那里 他怎么也想不到 秦师竟然会在这时候拒绝他 宝石不够吗 没关系 我可以给你更多的红宝石 你想要多少 都可以 我还可以把那几座红宝石矿卖的开采权 都给你 郑德以为 秦师只是做的起价 想要更多的好处 疯狂递许莫 我也想赚这个钱 但是很可惜 我不是他的对手 秦师微笑着说道 不是对手 这四个字 不仅仅让郑德呆住了 重伤的昆沙 也呆住了 赶过来的沙兰 帕善和阿斐 神色也都是 古怪无比 大名鼎鼎的不死妙 刚刚打败了泰罗城 第一魔装师昆沙的人 竟然连事都没有事 就说他不是李修的对手 郑德 瞬间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转身 拼命想要逃跑 碰 李修直接一记魔光球 把郑德的身体 轰得炸裂开来 多谢 干掉了郑德之后 李修转身 对秦师道谢 不用谢 扯平了 秦师的意思是 之前李修救过他 现在他放过李修一次 他们就是扯平了 秦师并不认为自己 真的打不过李修 只是为了孩上救命之恩罢了 李修倒是无所谓 转身过去检查 昆沙身上的伤 还好他的伤 并不算很严重 没有伤到要害 只是他的那件 S级魔装 算是毁了 这种程度的破损 想要修复都很困难 杀来走过来 什么都没有说 冲着李修 竖起了大拇指 凶狠狂妄如他 现在对于李修 也无话可说 无论玩什么 李修好像 都是无解的 让他一点脾气 也没有 别废话了 先把郑德搜过来的 宝石分一分吧 除了红宝石之外 其他都归你们 秦石说着 就往郑德的 存放宝石的库房而去 李修几个人 跟在他的身后 可是还没有等 他们进入库房 就看到前面的 库房撕裂开来 一个恐怖的头颅 从下面钻了出来 那头颅像蛇 又像是蜥蜴 却泛着金属的光泽 好似抛光的钢铁柱就一般 看着怪异无比 那一个头颅就要 比一个房间还要大 接下来又一个头颅 伸了出来 地面被撕裂开来 一个巨大的身躯 也爬了出来 魔灵 几个人都是骇然后退 李修却眯起眼睛 看着那如 双头钢铁恶龙一般的魔灵 只见在那魔灵的背上 赫然站着一个曼妙的身影 身体放着好几个箱子 那身影 穿着红色的包臀连衣裙 露出雪白修长圆润的 双腿 腰间系着腰带 背后背着 依着一柄连翘糖刀 看起来极性感 又让人感觉极限危险 杀厨 昆沙也看到了 魔灵背上的身影 有些不敢相信的叫道 李修妈 我记住你了 希望下次再见的时候 你还活着 杀厨微微一笑 脚下的双头 魔灵双翼一阵 立刻冲天气 给我把宝石留下 琴师对着魔灵背上的杀厨 轰出一剂魔光炮 那手臂粗的魔光 瞬间轰到了杀厨身后 杀厨头也没有回 突然拔出背上的糖刀 反手就是一刀 竟然把那恐怖的魔光 一分为二 挽了一个刀花 把刀插回刀鞘之中 留下看待的众人 双头魔灵冲上云霄 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是他 原来是他 那次我见到的人 就是他 只是那时候 他黑衣蒙面 我竟然没有认出来 昆沙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着 别人听不明白 昆沙在说什么 李修却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 昆沙之前 见到的那个 不使用魔装 用刀 就能够斩杀魔灵的人 就是那个杀厨 真的已经有人 能够操控魔灵了 李修看着天空 嘴角微微上翘 竟然露出一抹笑容 他站在魔装师的巅峰太久了 早已经失去了 迎接挑战刺激感 完全没有了激情 无论是真正的试炼者出现 还是能够操控魔灵的杀厨 都让李修重新找回了那种 对未知的期待感 期待未知 期待一次又一次地成长 白秋逸 也许你是对的 还是这样的世界比较有趣 李修喃喃自语 双头魔灵爬出来的地方 就是正德的地下金库 钢板和混凝土 结合的屋顶有两米多厚 竟然被撕裂出了一个大坑 几个人下到坑里面 发现里面一箱箱的宝石都不见了 只剩下满地的空箱子 可恶 秦师郁闷地 把脚下的空箱子踢飞 这下全完了 昆沙脸色如土 他比秦师还要难受 秦师只是没有拿到自己的报酬而已 昆沙却是在担心 泰罗城居民的生死 城主府搜刮来的宝石 还有积攒的魔盒 被杀储洗劫一空 这不仅仅是正德一个人的财富 现在整个泰罗城都没有了宝石库存 也就是说 原本能够兑换宝石的泰罗币 现在换不了宝石了 就等于是一张废纸 经济完全崩溃 那些普通人 辛苦一辈子积攒下来的泰罗币 完全没有了价值 连吃喝都无能为力 接下来 他们要怎么活下去 昆沙和李修打了一个招呼 就匆匆而去 他必须要让泰罗城 恢复起码的秩序 否则泰罗城 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 到时候 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穷 有时候比战乱更可怕 昆沙走了之后 沙来怪眼一番 走 我们再去找找 我就不信那个郑德没有点小金库 秦师一听 顿时也来了 精神 立刻冲了出去 李修跟着沙来 怕善 阿斐一起走 他倒是没想找郑德的小金库 只是想看看 还能不能找到S级的魔装 城主府里面 早就乱套了 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郑德一死 那些士兵和仆从 都逃出了城主府 不少人临走的时候 不忘在城主府里面搞点东西 再跑 特别是郑德那几个老婆 还有整个编队的贴身女保镖 跑的时候 都是翻箱倒柜 值钱的东西 全给翻走了 李修他们几个人 来到郑德住的地方时 看着满屋的狼藉 怕尚苦笑道 怕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秦师在院子 里面的各个房间都转了一圈 也是满脸的失望 那可不一定 你们看着我表演吧 专业的事 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沙来眼睛 四下里打量 这摸摸 那瞧瞧 不时还用手敲一敲 看着好像挺专业的样子 第七十章 饥饿感 不一会儿 沙来在供奉佛像的神坎前 停了下来 泰罗成信奉小圣佛教 而且非常盛行 很多人都是佛教徒 寺庙到处都是 家里面供奉佛像 也很正常 郑德供奉的这个佛像 却有点怪 一个头上面长着三张脸 脚边还有一个童子模样的小娃娃 只是那小娃娃 却长了一张可怕的鬼脸 公案上还供奉着许多 无一样怪异的牌子 李修也看不懂 那些是什么东西 古离古怪的 沙来来了 精神 伸手抓住佛像 摸了几下 然后抓着头一扭 竟然把佛像的头 给扭得转了180度 咔嚓擦 地面缓缓裂开 半个房间的地面 慢慢向着墙壁内收缩了进去 露出下面一个 向下的楼梯 嘿嘿 郑德这个老东西 还真够阴的 泰罗成几乎人人信佛 没人会对佛像不敬 他把机关设在这里 一般人还真不敢碰 沙来说着 就带头走了 下去 楼梯的尽头 是一个金库大门 琴师直接凝聚触摸光刃 把那一米多厚的合金大门切开 几个人进去一看 顿时大喜过望 几十平米的房间内 陈列着许多玻璃柜 不少玻璃柜里面 都摆放着东西 有一些古董字画之类的东西 李修他们也不懂 不过李修一眼 就看到了一个大玻璃柜中 摆放着的魔装 那魔装整体线条有些夸张 有些地方棱角比较分明 风格很有科技感 雅光表面 紫色的主色调边缘 有黑色的描边 给人一种生物装甲的感觉 李修第一眼就 认出了那套魔装的来历 那是太空城一号实验室 制造的限量版 S级魔装鬼面 说是限量版 其实很多S级魔装都是限制版 那是因为制造S级魔装的材料 一般很难凑齐第二套 从理论上来说 限量版与非限量版的区别 大多是核心材料磨合 和辅助材料的获取途径不同 一般非限制版魔装的魔盒 都是来自于试炼之门内 同一个试炼场内获取的魔盒 属性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斩杀魔灵获得的魔盒 与其他魔盒的属性 都会有些差别 不会完全一样 而且斩杀魔灵获取的魔盒 可以用一个魔灵 作为辅助材料 这样制造出的魔装 基本上很难再造出 第二套一模一样的 这套S级的鬼面魔装 就是使用S级魔灵的魔盒 和身体作为材料制造而成 而且那S级魔灵 还是李修亲手斩杀 没想到这套鬼面 竟然落在了郑德手里 只是这套魔装就价值不菲 他明明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 却不舍得拿出来还债 还要去搜刮底层平民 还真是标准的上流作风 李修心中感叹 喜欢吗 喜欢就归你了 杀来嘿嘿笑道 李修看了一眼旁边的情师 见他没有要争夺的意思 就走过去 把玻璃罩打开 取出了鬼面魔装 秦师根本没有心情去看这些东西 他把一个个保险箱打开 有的放着磨盒 有的放着宝石 数量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磕磕都是精品 直到他打开一个保险箱 里面放着一盒盒的红宝石 这才兴奋地把那些红宝石 都给收了起来 我只要这些 剩下的闺女们 秦师说道 杀来毫不客气地搜刮起来 倒是怕善 一直站着没有动 李修 其实对这些宝石什么的 不太感兴趣 他们主要的作用 是进入试炼之门 除此之外 没有实际的价值 李修扫了一眼那些宝石 突然间目光定在了一颗宝石上面 那是一颗红色的宝石 猛的一看 还以为是红宝石 可是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 它和红宝石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它的颜色没有红宝石那么厚重 有点偏粉色 荧光感却更强 颜色赤裂 而又纯粹 在灯光的照射下 像是绝地武士 手中的光剑 一般散发着浓浓的荧光 这是红色尖金石 一般都是红宝石的半生矿 虽然不是红宝石 价值却也相当高 这颗红色尖金石的颜色 怕是已经能够达到最顶尖的色籍 绝地武士颜色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颗绝地武士尖金 应该是内米亚矿口的 几十年前就已经绝产的玩意儿 一般来说 纳米亚的尖金十个头都比较小 晶体内的杂质也比较多 这一颗纳米亚绝地武士尖金 看起来得有十颗拉以上 而且相当的纯净 这可是非常罕见的 这样一颗罕见的顶级红尖金 价值绝对不会比红宝石低 在正德纳老东西收藏的这些宝石当中 这一颗也算是顶级了 能跟它比的没有几颗 正在搜刮这个保险柜的沙来 看到李修盯着那颗宝石 看 拿起宝石就抛向了李修 李修伸手抓住那颗纳米亚绝地武士尖金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它看 李修并没有仔细了解过宝石 大概知道红宝石 蓝宝石 祖母绿 钻石和猫眼这种世界公认的顶级宝石 像尖金之类的宝石 也知道一点 但是了解的不太多 他之所以注意这颗宝石 并不是因为认出了这颗宝石的价值 也不是因为这颗宝石好看 真正原因说出来 恐怕都没有人相信 他看到这颗宝石 肚子竟然传来了饥饿感 他的大脑竟然产生了 想要吃掉这颗红尖金的欲望 这让李修自己都吓了一跳 同时也让他产生了非常不好的想法 因为据李修所知 这个世界上能吃宝石的只有一种生物 那就是 不知道从哪里降临而来的魔灵 现在李修竟然生出了要吃宝石的欲望 这让他更加担心自己体内的魔灵幼体 到底有没有死掉 奇怪的是 金库之内这么多的宝石 甚至还有价值更高的顶级割血红宝石 可是李修对他们一点欲望都没有 只有这颗红尖金 让他产生了那种饥饿感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些磨合不会也是被我吃掉了吧 李修皱着眉思索 再考虑 要不要把这颗红尖金吞下去 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他很快就按捺住了这种冲动 把红尖金先收了起来 他要是现在就把红尖金给吃了 杀来他们 恐怕会把他当成怪物一样看 看来 必须找一个专业的地方 仔细检查一下 身体才行了 李修心中暗自思索 要去哪里检查自己的身体